老万一 这个伏手叶子全掉了 你看看怎么回事啊 河南的室内 这个呢不排除是冷了 像伏手那种呢 他就会喜欢温暖 你如果说家里边冷 15度以下呢就开始不涨了 10度以下就开始掉叶子了 有个5度就面临生死挑战了 你看看咱家是不是冷了 我看的就是冷了 像这个的话呢 只能等春天让它再度复发了 让它复发不了 这个就个屁了 其他的没啥 还是需要一定光照的 下个臭包 老花一六月雪掉叶 缺光缺光宝贝 六月雪正安静的毛足晒 它跟金鱼掉篮不一样 你旁边放一个金鱼掉篮 没有光 是吧 半阴半阳的 它咋的挺好 那六月雪就不行了 喜欢大制造 好吗 没有光照 它就爱掉叶 老花一 我在铁线连咋的呢 平时一直放到室外 广东 你这个感觉像利库了呀宝 你这个铁线连利库了 你这个冷的时候要深埋一下 让它憋一憋侧牙 你别到时候 你们那边是不是冷啊 我不知道广东现在气温如何 像铁线连的话 比较皮实好痒了 但是容易得利哭 一般入秋之后 就要深埋一下 就是埋得深一点 让它憋一些侧牙出来 上面这个哭了以后 它会长一根心的 咱昨天拍的那个视频里边也是 是吧 老花一你好 垂丝墨里有很多黑斑 还长了毛毛 这怎么回事 这就是黑斑病了 碳酒病了 还是有点积水闷根 有点缺光宝贝 你这个稍微给一些光照 略干一点再浇水 你现在就是积水闷根 通风差 潮湿闷热 不通风就那种感觉 所以说呢 就有点这种意思了 现在怎么办呢 先控水 然后呢 用多菌磷 或者是三座 同事类的一些个杀菌 要去喷尸一遍 我们家也有那种粉色的 那个小粉帽 和那个密定核干类的抗菌质 抗菌素都可以 老花一请教一下 天竹可叶 这个杂菌粗 种子嘛 像猪葵这个东西 就是都是可以杂菌的 你像那个猪 野猪跟家猪都可以杂菌 它只要同一个磕水的 都可以去受粉 去杂菌 有时候你像野外 有很多品种 你就打个比方说 比方说 比方说A草跟B草 杂菌出来 就成了C草 它就成了一个新的物种 这个不一定 好吧 所以说呢 这个完全可以自己去尝试 有很多的呢 你像日本那边 尽量的是用一些药物 来诱导这个植物的芽变 变液 你像咱们中国呢 更多的 也是在学习西方国家 或者学习一些个 其他欧洲国家 也会自己呢 就是用一些个温度啊 或者说是 让它自然的一些个变异 也有时在大自然界里面 经过杂交的一个变异 这个很多种啊 这个完全行得通 可以尝试 这个老花一你好 想问一个钻牛角尖的问题 这个肝养根 底层原理能不能解释一下 我想从植物细胞层面 去理解长根的原因 穷人家还是找当家 你从这个细胞上面 理解这个原因 你这个东西 真的有点钻牛角尖 你就这么想吧 植物在略干一点的时候 它会自己下达一个指令 我没有根了 是吧 我这个根找不找水了 它会自己刺激自己 会分泌一些个特殊的东西出来 刺激自己去长根 就跟咱们人一样 跟咱们人一样 你就打个比方说 你饿了 你饿了 你大脑会给你下达命的 我饿了 你开始各种早吃的 给你整鸡养了 啥都吃 对不对 所以说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略干一点 它会去长根 这是一个生物的本能 植物在缺光的时候会涂长 这也是一个本能 就是它有一个去光性 就像飞蛾扑火 等等一系列的 这是它的一个本能 大自然界的一个本能 你要从底层逻辑上面来说的话 就是说细胞当接触不到水分的时候 会把自己现有的这些水分和营养 用来自己分裂 然后去把那些个老的代谢了 让这些新的去长根 你看会长毛细根 长得很细 一条的出去 它不会说是长得很粗的出去 它会把自身的营养压榨出来 压榨出来 长一条很细很细的毛根 去找水 明白了吗 这是底层逻辑了 我不知道专不专业 反正是理论就是这么个理论 但是现实也是这么个现实 经验也是这么个经验 但是人微言轻 说了不一定对 因为拍仰花视频一千多个了 拍一千多个被骂了一千多个 每个评论里面都有被骂的 想尽自己努力就完了 好了 希望画我们在仰花的时候呢 钻牛角尖的是一个好事哈 真的是好事 希望画我们不要太牛就行了 我是老花一 仰花最转一 其他人问你视频